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 认为美国仍然是对全世界包括中国的学生学者 旅游者访问者开放 为什么这样说呢 有数字有真相 我来看一下这个数字 根据美国国务院统计公布的数字 2018财政年度 中国申请人申请到美国访问 探亲 旅游 避签证 被拒的百分比是17% 这个在全球范围是相对比较低的 比如说有的人说 偏爱印度人 那么印度避签证 被拒的百分比是多少呢 26% 如果另外呢 比如说孟加拉国 被拒的百分比例是40% 美国边上的墨西哥 被拒的比例是25% 那么拉美的巴西呢 被拒的百分比是13% 大家知道呢 中国这个GDP啊 前一段按照汇率变化以前的数字 和巴西以及墨西哥接近 最近呢可能会比较稍微低一点 如果按照汇率这么算 那么我们看到呢 签证批准率啊 在巴西和墨西哥之间 是吧 一定程度呢 这更多可能是经济因素影响 从总的数字上来说呢 2018财政年度 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呢 取得了超过100万张的 币签证 到美国访问探亲旅游的 另外呢 还有近10万张F1学生签证 这个是5年有效 近3万张H1B工作签证 另外呢 还有近4万张J1访问学者和交流签证 还有一万多张J2签证 此外呢 还有近1000张这个K签证 大家知道美国公民的未婚伴侣 还有近万张L商务签证 包括L1和L2 另外还有一千多张O签证 这些数字呢与此前的2017财政年度呢 基本持平 另外呢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数字呢 2018财政年度还提供了 关于这个J1豁免申请的 Favorable Recommendation 建议豁免超过5000多份 那么简单来说嘛 数字表明呢 美国签证对世界的学生学者 包括来自中国 这些申请人还是开放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呢 如果拿到签证以后 入境美国 那当然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大家可能听说了 避免微信里面的敏感内容 找人替考 没有去上课 或者说未经许可打工 其他的违法内容 当然了还有 不要携带违禁物品 手机呢 也可能会被检查 那么对电子产品 以及其他的检查呢 是美国法律允许的 这个呢 包括美国公民 在出入境 也要接受 这样的检查 至少理论上 这样的可能性 那么对应的法律呢 是美国法典的 第八部 8.USC-1357 以及呢 19.USC-1499-1581-1582 比如说呢 这个title 19 Section 1582 of the US Code authorize CBP Officers to search, inspect and examine all persons Luggage and merchandise 这里就包括有美国公民 和其他的访问的人 这个是美国国会制定的法律 对应的政府法规呢 是19 CFR 162.6 19 CFR 162.6 这里也讲到呢 就是所有的人呢 都有可能受到检查 如果有的人呢 比如说过去在美国 有违法记录 比如有的人说 回国以前在一个地方 信用卡恶意透支 那么回到美国的时候呢 CBP也有可能会知道 前面说到呢 手机等等物品 那么除了当场检查 也有可能会被留置检查 那么这个时候呢 CBP会提供给你一个收据 注意看 这个收据叫 form 6051-D 过后给你打电话 通知去取 你说我的手机被留置了 怎么接到通知呢 那一般你应当有联系人 其他的联系电话 那么除此以外呢 当然还有一个问答的过程 一般会问到到美国的目的是什么 计划待多久 然后住在哪里 对应的资金从哪里来等等 那么这个交流的时候呢 当然也需要有合适的态度 语气 合适的心理的准备 那么随身携带呢 大家知道如果现金超过一定程度 需要申报 另外呢 还有这个肉类 秦淡 食品 包括 这个双黄月饼 秦淡类产品 然后呢 还有一些药物 自用的药物呢 有可能啊 当然有相应的材料 如果我还为 全班都带了各种药物 这个当然可能会有别的问题 那么如果遇到的问题 和学籍有关 比如说 忘记了在service系统注册更新 或者在学校注册新的课 那么可以考虑 要求CBP的工作人员呢 发给你一个叫 I515A表 这个允许你呢 临时入境美国30天 然后入境以后呢 你可以联系 学校的国际学生办公室 然后呢 来把问题解决 如果因为别的原因 比如曾经在美国 非法拘留 工作未经许可 成绩太差 换课 作弊 雇佣其他人来考试 写作业 这些情况 那么这个呢 理论上说 五年内不得入境美国 那么怎么克服呢 还有其他的选项 可以有一个叫 I192的申请 这个呢 英文叫 Waiver of Inadmissibility 可以叫豁免申请 这个呢 对应的法律的条文呢 是美国移民法的 Section 212 D3 这个申请呢 可以向CBP来提交 当然也可以通过律师来提交 一般呢 还需要提交 无犯罪记录证明 其他的相关文件 到底是什么原因被拒的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听说的例子 经常用的时候 这是被拒了 就说啊 这个他们反华 然后对我态度不好 具体什么原因 我也不记得 不知道 需要了解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一点很重要 对应的呢 一般是根据美国的 法规的具体的条款 相应的呢 提交豁免申请的时候 也要用的 还可以提交什么样的证据呢 比如说在美国 以及美国境外 工作的证明 在美国的亲属情况等等 注意呢 这个豁免呢 有很多不同的表格 是有不同的用处 比如说呢 有一个叫I212的 这个表申请 这个呢 一般用于 移民签证的申请人 有直系亲属 在美国 是美国公民 或者绿卡持有人的 还有呢 I601的豁免申请 之前我们讲过 这个呢 往往是对 人在美国境内 申请绿卡 交爱485 这个过程中 豁免 那我们在这里讲到的 I192豁免呢 是适用于 非移民签证申请人 比如说 学生 或者访问 这种等等 这个申请呢 有比较高的申请费用 930美元 所以呢 那当然是些 如果注意避免 的话比较好 下面我们讲 还有一个重点 那么你提交的这个申请 包括申请费 包括材料 下面怎么才能得到批准呢 CBP会考虑哪些因素呢 根据过去的案例 以及历史 看到呢 一般会考虑一下 这些因素 条款 首先 为什么会被拒入境 是吧 是因为犯罪记录啊 在美国非法拘留啊 还是因为程序上的问题 多久以前被拒 如果是因为道德原因呢 那么短期内呢 不一定容易克服 如果只是文件不全 这个多久以前被拒呢 问题不大 还有呢 此前在美国居住了多久 这里呢 只考虑在美国合法居住的情况 另外呢 申请人的道德水准 这个怎么衡量呢 那通过具体的事例证据来判断 以及申请人对法律的尊重 比如有的申请人有犯罪记录 但是已经过了若干年了 比如说呢 有改过自新的证据 那么别的呢 有申请人的家庭情况 还有呢 被拒入境的话 会造成申请人和家人的什么困难 比如说上学已经学了四年了 快要毕业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 还是有可能取得豁免的 另外呢 还有美国的学校啊 雇主啊 或者其他部门 是否需要申请人的服务 比如说呢 美国是否缺少做这种工作的人 比如说你是中餐的厨师 或者是护士 那很可能呢 缺少这样的专业人才 如果你是律师呢 那恐怕美国不缺这样的律师 这里呢 这些是CBP考虑的因素 总体来说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呢 有上千万的非法移民 或者叫无证移民 另外呢 从国会到地方呢 也有无数的政治人物 为他们说话 为他们创造各种条件的 对个人来说呢 需要了解规定 做好自己的准备和规划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